哈哈哈 你 你在干什么 小云哥哥不要怕 龚某只是在确认一下 魔装的样式 哪这样确认呢 这也太奇怪了吧 魔修的衣服果然甚是多了 快想快想 再这样下去 会不会带入奇妙的节奏的 有了 树仓鹿有蚊子 小云哥哥 怎么了 树仓鹿 刚才龚某确认了一下 魔修的衣服 果然甚是暴露 小云哥哥就不能换一件吗 你以为我不想吗 莫名其妙地 被装了个火灵根 然后体质不稳定 普通衣服一穿就 我找了一圈 就这件千蟬衣能欲活 要是有其他的选择 我也不想穿这个呀 原来如此 刚巧龚某这里 也有一件浴火的发衣 虽然品级恐怕不及千蟬衣 但如果只是作为一件外袍的话 应该足以 谢谢 树仓 你又撞的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还好吧 小云哥哥这个头饰 要不要试试换个地方带 好呀 反正带哪里都是一样的 怎么又来啊